近月樓市焦点集中于一手市场 多个新盘倾巢而出 销售成绩更是不俗 反之,由于新盘定价贴近二手市场 抢级部分二手购买力 加上经济仍未完全明朗 加息又张志 交投明显教一手淡静 不过,近月租任市场 却肖肖起了革命 难道现时是 转买为租的好时机 一般来说 主价是传统的租任旺季 随着香港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加资新一学年张志 不少内地生都来港升学 并租住大学附近单位 近日报道指出 7月上半月租任市场交易量及租金都上升 更抛离买卖中数 轮近中文大学的沙田市中心一带 7月上半月已有50宗租任成交 按月升超过一倍 大为名省也有20宗租交 内地生占一成 而将军澳及荃湾区紧约半个月 租务交投已突破百中 不者认为租任市场除了有学生生力均支撑外 仍有两个因素带动上升 首先 近日楼价出现回调 令部分有意入市的买家暂时各自买楼计划 及对后市普观望态度 期望未来楼价进一步下调 因此由买转租的人增多 其次 部分业主于一段时间内仍未沽出手上单位 考虑将单位转卖为租 租盘增多重而带动交投 若你是业主 并趁机打算将物业出租 以下几项注意事项无必知道 一按保业主 只能自住不可出租 根据按揭保险公司的规定 有申请按揭保险计划的业主 只限自住用途 因此若打算将物业出租 必须先剔除按揭保险人的身份 方可将单位出租 二 出租单位前应先取得成案人同意 即使没有申请按揭保险计划 如将单位由自住改为出租 应先通知银行 并取得银行的同意并签署 出租同意书 而出租单位按揭成数最高为五成 三 小心职业租客 业主最担心 就是遇到不交租的租罢 如遇到急租客 或公司客要额外留神 建议业主尽量经地产 代理寻找租客 签订租约及要求租客提供身份证 工作及入息证明等保障自己 在这些认为租客提供的租客提供